周三 戏录片《香港自由的最后日子》入选荆州电影节 在好莱坞著名的中国剧院放映 片中采访多位香港抗争者、政治家和民主活动人士 探讨香港在反送中运动和国安法实施后的状况 导演弗莱克表示 2014年首度造访就爱上香港 而近年的抗争是他一生中最可怕、最悲伤的部分 它是一个美国的城市 它有富有的背景和文化 这城市已经失去了一趟 很难说的 但这并不认为我们应该把希望 这并不是香港的结束 我们仍然能够斗争 我们仍然能让我们听到声音 让人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党在香港 也讨厌台湾 我们也讨厌安法尔离港的人 在电影中看到熟悉的家园和抗争画面深受感动 并与导演握手质疑 香港已经回不到去我们以前 我们以前可以向所欲言 说什么都可以 已经不是这样了 不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 爱国我知道是必须 是法治内心 但是不是爱党 在我的心目中 关注多些 给多些人知道 最起码最简单就是 不要给台湾铺我们的后脚 希望多些人 正视一下这些事 见证香港沦落的陈祥认为 楚遂三户 王晴必处 暗语了中共的未来 香港的沉淋是一个国际级的悲剧 因为一个中西文化完美结晶的地方 竟然就是可以被中共摧毁 特别我们看到中共摧毁香港的种种手段 是今时今日 正是用不同的形式 在西方社会里实施 你今天毁灭了香港 那个Bag Fire的Effect 是会导致你中共亡的 我是相信这件事 很明显 今天中共是国际上的孤立 今天中共经济上的不行 都是因为你整死香港在先 有几千人被捕毁 他们的未来都被困在这些事 因为他们想要自由 所以战争还没有继续 我们仍然要继续支持香港 我们也需要支持台湾 对中共的攻击 所以我们需要继续战争 这就是最初 香港人们很强烈 我相信他们会继续通过这些事 目前 《香港自由的最后日子》 入围24个官方电影节 荣获九座奖项 犹如《时代革命》 因为爱所以革命等片一样 弗莱克希望透过纪录片 让更多人理解香港 日渐恶化的局势 但故事并未结束 他会持续关注重要议题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郭约西 李珍奇 洛杉矶采访报道